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的10名社會學學者 日前聯名上書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呼籲當局關注前不久發生在山西太原的 女農民工討薪反遭警察打死事件 並指出由於大陸勞動合同法形同虛設 農民工的權益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這類悲劇才會一再上演 2014年年終歲末 一則警察打死討薪女農民工 死亡後仍遭腳踩頭髮的圖片消息在網路曝光後 引發了極大名分 據大陸媒體報導 在山西太原市打工的河南省邯郸城縣農民工王奎林一家 因年底已到 但工資仍被拖欠 準備直接找包工頭討藥 被保安阻攔 爭執中警察到場 將王奎林母親周秀雲毒打致死 父親王友志被打斷死根肋骨 而涉案民警王某竟被當局以涉嫌濫用職權罪逮捕 隨著事件的發展 民間在要求嚴懲打人警察的同時 呼籲當局重視農民工權益的聲音也越來越響 他看起來是警察和上訪者討薪人的矛盾 當然警察的粗暴也是令人發指的 但是更深一層呢 就是這麼大 政府遇到現新的問題 不好好的解決 推過來推過去 拖延推尾形成了矛盾的計劃 12月29號 清華教授沈元郭愚華 北大教授童星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沈鴻等10名社會學學者 針對上述事件聯名向當局發出公開信 參與聯署的學者們認為 警察打死農民工事件 不僅表現了警察的違法執法 也反映了大陸多達4000萬建築業農民工 簽訂勞動合同難的問題 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存在的欠薪 討薪難、沒有社保、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罹患職業病和遭遇工傷後 得不到合理賠償等一系列嚴重問題 學者們表示 他們自2007年發起 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 對4000萬建築業農民工的勞動狀況 進行了調查研究 發現目前大陸存在大量侵害農民工權益的事件 學者們指出 第一、勞動部門執法不利 使得勞動合同法形同虛設 在調查的138起集體討薪案例中 沒有勞動合同的比例高達95% 第二、建築業農民工的工資 嚴重地拖欠 工商和職業病得不到賠償 據2013年的調研顯示 依照勞動法規定 按月節輕工資的建築工人 只佔19.9% 四成的工人表示 過去一年的工錢沒有結清 甚至有公司10.5%的工人表示 全部工資款仍被拖欠 第三、建築法明文禁止建築公司 違法轉包、分包建築工程的行為 現實中卻屢禁不止 成為欠欠欠的重要禍首 勞工的狀況就很悲惨 除了像欠欠 現在還有超市超額的勞動 像阿瑞現在勞工頻頻 因爲勞累死亡 因爲精神不堪乾掉的和非常繁重的勞動人 跳樓的自殺的 等等 信中 學者們還向當局提出了問責勞動部門 真正落實勞動合同 推動組建工會 發揮人民監督的力量等建議 對此 民間學者以中共反貪為例 對《勞動法》的實施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 前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則提出 中國的工會都是由黨和政府機構任命和設立的 而不是工人自己選舉產生的 除非中國的工人能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獨立的工會 否則很難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